来,欢迎您来到李教练的驾训世界 给您开车上路的标系列 标系列,标系列 道路驾驶考验将于106年5月实施上路 希望在这段第二阶段 道路驾驶考验事半期间 能够在广纳各方建地 做出更争完善的配套措施 经过无数次内部沟通与会议现场解释说明 且消除各界疑虑并观摩会上 除了鼓励民众多多参与外 更呼吁全国驾驯班一同加怒 一起为国家培育优良汽车驾驶人 及降低交通事故而努力 终于千呼惯患 使出来了拧定心智场地考 加道路考普及版的考验项目 场内考能维持基本驾驶能力测验外 令增加行驶前检查 及起死前扣送动作 促使驾驶人扬成安全防卫良好习惯 道路驾驶考验就是实际上路考验 道路驾驶考验路线里程有多长 考验项目有哪些呢 考验路线至少3到3.5公里以上 考验项目包括交叉路口两次以上 变换车道一次以上 右转左转或回转各一次以上 临时靠边停车一次以上 行驶速度以每小时40公里以上一次等考验项目 交通部公路总局规划试办汽车道路驾驶考验一再重生 其目的在以更贴近实际交通用路情境 弥补现行常考静态 模拟道路考验落差 来检测驾驶人于实际道路上的应变驾驶技能 考验路线可多跑几趟 才能装进至强 处变不经偶 目的在于促使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 及提升防卫驾驶意识 如此熟能生巧 学员就能成为教练的复制与翻版 这样的道路驾驶练习与考验才有意义哦 耶